据说俄罗斯产的这块防弹盾能轻松抵御重机枪的火力 质量轻方便携带 近距离作战拿上这个就是bug般的存在 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到底有多强 使用不同的武器进行测试 从手枪到步枪应有尽有 首先用格洛克热个身 这基本没什么悬念 盾牌纹丝不动 穿透就更不可能了 9毫米的手枪子弹打防弹盾 就和脑痒痒没什么区别 但不知道AKM能不能打得穿 AK的威力众人皆知 把距离放在25米左右看下效果 AKM打在防弹盾上也只是有个小眼 背面被打出个小包丝毫没影响 下面用AK-105试下效果 AK-105是俄乌战场上的常客 发射5.45毫米子弹 优点是精度高穿透力强 AK-105的机动效果和刚才的AKM差不多 背面也只是有一点点凸起 下面用美国产的URGI步枪进行测试 这把枪是在M4的基础上改进的步枪 对着防弹盾来一枪 正面只留下了一个小眼 背面连一点凸起都没有 防弹盾防御这把武器绰绰有余 接下来测试传奇武器M16 M16的子弹钻进了防弹盾 但是背面还是没有凸起 看来现代步枪很难对防弹盾造成伤害 下面拿出二战时期的传奇武器M1加兰德步枪 这把枪的性能和威力都非常出色 除了容易夹到手指几乎没有大的缺点 作为一款二战时期的武器 能打出这种效果非常不错 正面看打进去一个小洞 背面直接被穿透 后面的纸板也受到了伤害 但造成的伤害并不是很大 有人知道为什么M1能穿透防弹盾吗 为了确保测试的准确性 再用M1打下其他部位试试效果 能很清楚的看到 防弹盾被M1加兰德穿透 看来这款防弹盾并不是无敌的 下面再换个大家伙 HS50狙击步枪 这款狙击步枪发射12.7毫米子弹 通过慢镜头看 狙击步枪打穿防弹盾非常轻松 如果完全把性命寄托给防弹盾 遇到狙击步枪基本就凉凉了 那么限弹枪能否给防弹盾造成伤害 下面用线弹枪打防弹盾的观察口试试效果 看下防弹盾的情况 观察口的玻璃被打碎 但内部情况还不错 并没有完全打穿 这款防弹盾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 狙击步枪和M1都能轻松击穿 如果换成大口径的重击枪 肯定也能轻松击穿 但即使防住了重击枪 正常人也抵挡不住重击枪的冲击力